大甲国中制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从107年启用至今 已经是成为了海鲜地区重要的教学场域 而在过去为了弥补贫乡教育落差 更积极推动梦想行动教师车 透过了巡回驻校的方式 让学童体验到AR、VR及MR的最新3R科技 而去年开始 就因为经费跟车辆问题 导致了巡回计划停摆 为此明天这天就特别到场视察 也希望能够争取梦想行动车 能够重新上路 同学带上VR装置 透过手上的摇杆来模拟操作实验过程 除此之外 一旁还有AR及MR的操作装置 这些全都是大甲国中制造教育 以及科技中心最新的3R科技体验课程 让学生可以透过实际餐具 来证实到真实与虚拟的结合互动 就是可以观察课本上看不到的立体的图片 一些天文的或是其他地科的 能让我观测到这些星球上面的一些细节 而且能让我更加了解太空 透过动态写真做中学 来促进他学生课本的知识单元的一个吸收跟消化 为了弥补偏乡教育落差 校方过去也积极推动梦想行动教室车 透过巡回住校让偏乡学生能够体验到3R科技 而从去年开始就因为经费以及车辆租约倒勤等问题 导致巡回计划停摆 而明代也希望市府能够跟上高雄市一样 直接买断车辆 并且补助教师的终点费及油钱 让梦想行动教室车能够重新上路 目前是有这些课程有这些设备 问题是开不出去 那开不出去 我也有请我们校长跟主任大概抓一个数字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有这样的设备 也再加上我们老师很认真的在开发课程 那能够让更多贾安普 当然包括清水 也在我们大甲国中的这个服务的范围内 能够让孩子更早能够感受到 或者是体验到所谓的这样科技带来的便利 校方也表示 今年市府教育局已经有补助200万元持续相关计划 虽然目前的梦想行动教室车还是无法上路 但还是做好了种子教师培训及课程研发等 期盼未来可以重新上路时 能够再把丰富的3R科技课程 来推广给更多的偏向学童 这个是陈穆瀚 台中 蔡芳岛